V.A 下面 偶像巨女照亮我星球 手機播出收視不俗 3號選在知名冰店舉辦慶功 男主角鄭元昌也當場製作雙麒麟 但擠出來的形狀卻似乎不太好看 鄭元昌退舞之後的新作 終於擠出來了 慢慢來 慢慢來 我們的根基很重要 同時提起秋華奇琳的雙麒麟小心不要濃了 如果濃了可以先幫我填一下 包包了 好 必須說 他雖然比較細 但是他很柔 太好了 小兒女 短小兒清淡的一隻雙麒麟 再一次機會 第一次挑戰有點失敗 當場被嘲笑 小仲被激起鬥志 第二隻果然就快很準 拉 輸 來 手機播出時演員們也同步在網路上 與網友互動 小仲甚至看網友的評論到凌晨 在網路上看大家給我們的 鼓勵跟反應 還有他們觀後心得 看到了大概凌晨三點 我覺得我們這部戲 其實講演藝圈的故事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貼近觀眾 所以我們也非常重視 在網路上跟所有的觀眾互動 包括是不管內地的網站 或者是在Facebook上面 其實我們都做了很多 跟他們線上同步一起討論的一個活動 而收視率的最高點落在小仲 與張均寧的床戲上 小仲表示這場戲 對兩人的默契 是個很大的考驗 其實那場戲很精彩 是情緒的起伏很大 然後我跟均寧 其實非常信任對方 才可以爆發出這種不一樣的火花 其實光均寧在這場戲裡面 其實讓觀眾看到很不一樣的他 也是那種把它敲毀 再重新組合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在這場戲 看得到我跟均寧彼此的默契之外 我覺得也看得到我們兩個人 就是有脫了一層皮的那種感覺 除了脫衣服之外 我們覺得在心靈的層次上面 也是有脫了一層皮 小仲在新戲的好表現 除了影迷讚賞外 曾合作過的Ella也大大誇獎 我們在直播的時候 有一個好朋友一起看 誰 Ella Ella Ella說 她看到非常不一樣的小仲 然後她覺得很驚奇 而且她覺得對你很高興 看到很不一樣的你 謝謝 Ella是第一部戲就是跟小仲合作 她是我認識的第一個藝人 對 然後這麼久之後再看她 她看到她非常大的進步 收視率好大家也不免俗得要問 想怎麼回饋影迷 沒想要導演卻當場出賣小仲 我們把那個 本來被剪掉的版本 再把它接回老 對 其實有很多穿幫 然後但是因為尺度 我們就把它剪掉了 Oh My God 可能肉毛之類的 Oh My God 然後電視台說 放在幕後發絮 我們已經放到保護級了 你還好我們再怎麼樣 所以我們就只要把它剪掉 然後那些沒剪的 我們就全部把它拿出來用 好 好不好 可以喔 好可以 不休喔 不休 小仲很乾脆的同意 想看這些漏網鏡頭的粉絲 可要努力號召親朋友一起觀賞了 WOW NEWS新聞網採訪報導